转下唱片公司准备的大型扭蛋机 象征着用音乐和魅力扭转小巨蛋 腰间系上两条行李束带 把自己打扮成旅行箱的歌手李荣浩宣布 要首度站上台北小巨蛋开唱 他笑说这次终于不用克服时差问题 刚到那个多伦多 因为多伦多跟我们有12小时时差 所以我刚到就去那边唱 然后我唱第四首的时候 我唱野生动物的时候 就忽然睡着 在舞台上睡着 就忽然睡着 我唱到那个 哪一首才醒来呢 到B1的时候 我大概那个停了大概5秒 就这样 点亮金鱼造型的灯板 显示过去踏遍的足迹 北京 上海 香港 洛杉矶 新加坡等地 巡演超过30座城市 观众累积突破30万人次 打破李荣浩个人记录 因为我从来没有站在小巨蛋的舞台上唱过自己的演唱会 但我以前去那里表演过 但没有是自己的演唱会 所以我觉得最多的应该是兴奋吧 对于表演内容保命到家 只透露不会有来宾 还有一件事 李荣浩在演唱会上 恐怕打死也不愿意做 所以真的不考虑跳舞 你今天那么想看我跳吗 好了 我应该在暂时这段时间 不会考虑跳舞啦